近日有网友在某知名社区上传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刘国梁和一群乒乓球队运动员在某餐厅吃饭 但是却出现了一幕不应该出现的场景 很快就有网友认出被打的年轻人就是国家队的好帅 教练打对眼耳光 那几乎就可以直接判定这个教练不具备执教资格 所以事情的重点就落在了这一巴掌的性格上 不如我们再来仔细分析一下这段视频 开始好帅一直在打电话 刘国梁跟队友都叫他不要打了 这个时候光头的这位又叫好帅 好帅却伸出食指冲着光头大哥大声说了一句 别废话引起大家哄叫 这个时候刘国梁可能面子上挂不住 上前抢下了电话给了好帅一个耳光 从背影上看的很显然不是真打 好帅本想站起来理论 但是最终还是按捺出来的 事后记得找到这位国家少帅时 刘国梁早就记不起这事了 我又不记得什么时候 我怎么可能当那么多人面打他呢 肯定是和他在开玩笑 由于视频太软了 现场情况也不是太清楚 大家基本上也同意刘国梁开玩笑的说法 但是对一句 以纪律言明管理出色 极少妇媚新闻的中国乒乓球地来说 招惹口水也是不可避免的 人家叫你 你最起码的礼貌都会有吧 不太差点了 就山了 怎么办你出出国家队 还是叫刘出出国家队呢 你给我上耳朵的镜头 看那样子显然是正式气人了 本来对刘还是有口感的 其实在国家队 刘国梁在乒乓球队里的人员不错 像这种饭桌风的想法 完全可以的事 我们有些不居小的事 大家没必要 一定非得弄得清楚是怎么回事 但是有些事呢 清楚 国家区域总局听的东西 早就已经名门规定 国家队教练队员 在2008年之前 禁止喝酒 刘国梁文贵 就装住 我们的身份的厉害性 也许在这种位置 还是不敢想玩 那就算不算 说实话 我更倾向于刘国梁说的 当时要他打耳光的动作 开玩笑的成分多了一点 不是真打 不过看看好帅的反应 他显然不乐意别人 跟他开这样的玩笑 哪怕这个人是中国乒乓球队 男队主教练刘国梁 好帅这个当时也特别想站起来 但是被队友给拦下来了 可能是考虑胳膊命不过 这个大腿忍气吞声 就就这样算了 可是呢 事情显然不同于 长跑运动员孙英杰 向媒体痛斥 教练王德显 多次殴打运动员的事情 王德显的行为是人格的缺陷 但是刘国梁的举动 我认为更多的是教育的缺失 我们一说起师长领导对晚辈下属 要么是关心爱护 要么是严格严厉 唯独尊重这两个字 顶多也就是挂在嘴上 其实不管是关怀爱护 还是严格严厉 都是自上而下的 而尊重则是平等的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 文化原因和社会原因 师长领导和晚辈下属之间啊 是不可能实现平等 因此尊重呢 也就成了一种奢求 现在提倡感恩教育 爱的教育 但是我却一直都觉得 尊重教育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可以不爱一个人 但是呢 我们依旧要尊重他 对一个没有给过我恩惠的人 我同样要给予他尊重 不仅是陌生人 而且越亲近的人 就越需要尊重 尊重比爱来的还要重要 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误会啊 认为老外不像我们这样含蓄 总是把我爱你挂在嘴上 其实他们夫妻之间 情人之间 说我爱你的次数 远远没有说谢谢的次数多 再来看看咱们周围 有多少夫妻会把谢谢 一天大晚的挂在嘴上呢 这不是显得太生分了吗 在我们的文化中啊 越是亲近的人 就越不需要尊重 尊重呢 就意味着身分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 对大多数人来说 能够得到一个主教练的 关心爱护严格要求 显然比得到尊重更重要 因为关心爱护严格要求 才有可能让他得到金牌 而尊重 对成为冠军 好像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有人曾做过一个调查 说在金牌教练员中啊 魔鬼型的教练员 占了72.5% 而温和型的教练员 仅占了27.5% 运动员的目标是 成为冠军夺取金牌 而普通人的目标是 加薪升职 而在这个过程中啊 我们不约而统的都忽视了尊重 好 今天的说一博就说这么多